本动画由 有妖气 魅族手机 哔哩哔哩弹幕网 异次元战记提供 我发现你的名字很好听啊 晴芝 晴天里名叫的知了 你的也不错啊 夏池 夏天里 轻快地奔跑 我们两个都是夏天主题啊 是啊 所以我们两个才能这么有缘 我说晴芝 这周末 我们去约会吧 怎么了 你怎么不说话了 如果你有事的话 我们改天也可以的 别碰我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为什么要打她的手 她是我的男朋友 虽然心里知道 可是你却不由自主 虽然夏池没有说过满月的话 可她越是这样 我越觉得不安 我好害怕 再这样下去 终有一天我会失去的 这个世界上 唯一一个让我觉得 可以依靠的男人 我依靳 怎么会 夏之 对不起 对不起 五号你凭什么这么说 你干什么 你又发的什么疯 我想 我们进入的 是一个死局呢 死局 你早就发现了 那为什么现在才说 说了有用吗 我没遇到岔路 我也正在寻找解决办法呢 刚刚到墙上有四个缺口 故意掰了一个新的 皇城经过这里五遍了 这回我要看看你们怎么玩 下次再发现什么 一定要早说 既然我们一直在兜圈子 那我们就不要继续前进了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既然这样 刀 你想干什么 这个游戏是不能带武器进来的 这刀你哪来的 这刀是我在一开始的仓库里捡的 放心 我拿出来只是想另找出口而已 把刀交出来 你身上有武器 对别人太不安全了 我只是拿它防身 不会破坏规则的 再说 给你就安全了吗 总之 不能只有你一个人有武器 好了好了 别争了 刀你拿着吧 不过我会盯着你的 他一定会对自己的目标下手的 你看着吧 你说什么 我这是费力不讨好了 好了好了 别再吵了 你说要另找出口 那要用刀做什么 既然要另找出路 那就在墙上打个洞试试 哼 和我想的一样 用手就能掰碎的墙 果然没那么坚固 哼哼哼哼 了不起的观察力 墙面裂开了 这 这 这是 这是 扭曲空间 你们听说过鬼打墙吗 当然知道 鬼打墙就是将人在漆黑一片的荒野里 怎么也走不出去 总是回到同一个地方 说的没错 其实鬼打墙的原理很简单 在眼睛失去参照物的情况下 大脑无法修正我们走的路线 导致走起来会往一边偏 走成了弧线 距离长了当然会回到原点 我们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 参照物疑惑了我们 如果没有参照物的话 说不定会变得很简单 闭上眼睛 规避参照物 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个方法不可行 我们还是在走走看吧 是啊 先继续走走看吧 原来是这样啊 刚才扣下一个墙角说这个走廊是循环的 那是骗人的 可这随口说的一个谎言竟然变成了现实 这个关卡是由玩家自己来给自己制造难度的 真是太有意思了 这局游戏简直就是天堂啊 完全没力气了 根本打不开啊 明明都出去了 明明都出去了 你为什么又跑回来了 明明可以自己逃出去的 为什么又回来救我 刚才确实想走掉的 不过再一想 这样也太不爷们了 你不是说想一起行动吗 你这样也太帅了吧 谢谢你 喂喂 你这是 小心我非礼你啊 你叫什么秘密 我叫春行虾 我叫夏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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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果然 喂 你过来看 这里有镜 你这个混蛋 白眼狼 人渣 你怎么能对一个女孩子做这种事呢 我做什么了 我做什么了 好像是密码锁 太好了 这下能出去了 你知道密码吗 会不会是让我们蒙呀 就算是蒙 我们连密码是几位都不知道 在蒙出来之前 可能会不小心打出一套哈雷彗星的轨道参数来 万一是一万位的 就算知道密码 按出来之前 我们早就动死了 这些像弹孔的洞 好像与键盘一一对应的 分别对应的好像是 一 三 五 七 八 零 六个数字 没错 这应该是暗示我们 密码是这六个数字的组合 但是我们不知道密码的顺序 还是不信啊 那怎么办 这些弹痕 原来是这样 我知道密码的顺序了 密码就是 别走了 根本没有任何进展 我们还是在原地绕圈 不用着急 游戏并没有时间限制 没有时间限制 只是系统没说而已 啊 万一出口 只允许少数人通过呢 就算不是这样 我们没有水和食物 三天内出不去 也是必死无疑 这个游戏 不可能无止境地进行下去 我说大家 还是听我的建议规避参照物 既然睁着演奏不出去 不如闭上演奏吧 当然是所有的人都闭上眼睛哦 你别开玩笑了 这不可能 不可能 是不可能走出去 还是不可能闭上眼呢 可恶 这个方法可行 但是在这里不行 自己蒙上你的同事 并不能保证其他人也闭上了眼 如果这个时候 有人偷袭其他人 我想他们应该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这个时候如果真有人杀了自己的目标 恐怕其他人对他也不会怎么样 因为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不会再杀人了 反而成了最可信任的人 可恶 我 来吧 你们会怎么选择呢 团队分裂已经是早晚的事了 现在只差一个导火死我了 出来了 外面可真暖和 我们运气真好 小猫也能把冷酷的门打开 别傻了 怎么可能是瞎蒙的 你知道玻璃的特性吗 屏幕上的洞出现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新列文会在旧列文处中置 根据这些洞的出现顺序 就能推导出密码顺序 570831 570831 我还以为是运气好 原来是你比较厉害 别有运气的成分了 如果不是你踩出来的那个洞 你不觉得奇怪吗 什么奇怪 明明系统可以把我们困死 为什么又突然放过我们 可能是我们表现很优秀吧 我们什么都没干啊 表现还很优秀 这个系统总会莫名其妙地做评价 以前我遇到过一局结束后 有个失败的人反而评价最高 这么说 这个评价系统和输赢无关咯 我倒觉得运气很重要的 运气 一定不是运气 有积分系统还要有评价系统 如果知道评价规则 没准就能摸清这个游戏存在的意义 在这个游戏里死亡会怎么样 你还不知道吧 这个游戏中是不会死人的 游戏中的死亡只是一种出局而已 真正危险的是分数 不管你游戏输赢 只要最后分数余额为正 哪怕是零也是安全的 但如果分数成了负数 就会被永远地踢出游戏 踢出游戏 看上去踢出游戏没什么 大不了不玩 但是 现在一直被踢出的玩家 在现实中没有一个能活过一周的 被踢出就等于真正的死亡了 这就是记录莫名其妙被杀的原因 因为他的分数为负了 本关失败会被扣八分 我只有六点五分 那游戏里的死亡并会影响现实是吗 嗯 这规则看似和谐 却也让现实里绝不会杀人的人 在游戏里毫不犹豫地下手 一点矛盾就能引来杀身之祸 一点矛盾就能引来杀身之祸 没错 别对敌人手下留情 这是我为了感谢你才告诉你的 我觉得我似乎应该能完成我的可选任务 哼 你想去杀目标吗 可是现在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我不需要去找他 我要 隔空杀了他 当飞蛾挣扎是否怨恨火焰 当信念剧烈是否完成了蜕变 只能冰箱也莫属着平静的时间听 我的恐惧意图占据成冬天 前世总看寂寞在雪狗中上演 你随根解死你 指向着暗线流行每个深渊 陌生的局面总会有人离别无法再停歇 去想一想下个明天 希望之花 开开在勇敢的人胸前 随心在暗夜的路上 灵魂伴随着危险到终点 这冰箱也莫属着平静的时间听 我的恐惧意图占据着构间 前世总看寂寞在雪狗中上演 Be sick and get sleep